高铁速度那么快 万一追尾会有多恐怖 说6月2号 印度南部奥迪沙邦发生三列火车相撞事件 造成了至少288人死亡 约900人受伤 而印度的火车速度最多算是半高铁 那如果是速度更快的高铁相撞 后果又会有多严重呢 11年7月23日晚上 在浙江省温州市境内 永温县发生了一起严重的动车组追尾事故 该线路最高行驶时速可以达到250公里 事故发生前 温州南站附近电闪雷鸣暴雨倾盆 强烈而又恶劣的天气活动 导致永加至温州区间的信号灯发生故障 19点51分时 杭州站开往福州南站的 洞3115次列车和以往一样 正常停靠在永加站 21分钟后 由北京南站开往福州站的 洞301次列车在永加站临时停车 20点14分 洞315次列车开出了永加站 目的地是温州南站 时速是16公里 10分钟后 洞301次列车根据指挥 也从永加站出发 按正常速度行驶时向温州南站 两车同向行驶 何时相遇的问题 在数学上只是个数字 但在现实中 却是血淋淋的生命 20点30分 两车追尾 事故直接导致前方列车 最后两车厢 和后方列车前四节车厢脱轨 直接造成40人死亡 172人受伤 中断行车32小时35分 直接经济损失达到1.9亿元 高铁追尾酿成惨剧 为何事故发生时 高铁杀不住车呢 11年7月23日 永温县上发生的 特大铁路交通事故 两辆发生严重追尾 死伤上百人 随着深入调查 事故原因慢慢浮出水面 在调度室和高铁列车里 能看到一个信号灯 当信号灯是绿色的时候 就表示前方道路上 没有其他列车 可以正常通行 然而事故当天 是狂风暴雨的天气 频繁猛烈的雷击 导致温州南站 列车控制中心 设备电路的一个 保险管被熔断 列控中心 无论接收信号 还是发出信号 都产生了异常 于是 当洞3115次列车 从永家站 开向温州南站 该区间铁轨上 有车的情况下 列控中心 仍然按照 无车占用的状态 发出控制指令 该区间的信号机 错误地保持了 绿灯状态 在他之后 出发的洞301次列车 接收到列控中心 给出的前方铁轨 无车占用的信息 以正常速度 开往温州南站 雷击还导致了 轨道电路出现故障 前方的 洞3115次列车 被迫停车 司机多次呼叫 调度员确认路况 却始终联系不上 联系呼叫 十几分钟后 司机决定改为 目视行车模式 用近似手动的方式 让列车开了起来 于是 在铁轨上 这辆列车 以16公里的 时速缓慢前行 而在控制系统里 却看不到列车的身影 它成了一辆 无人知晓的 幽灵车 六分钟后 已经提速的 洞3014列车 终于得到了 前方有车的通知 司机马上采取了 紧急制动措施 33秒后 时速降到了99公里 然而此时 已经来不及了 飞驰的列车 刹车距离是 1334米 而前方的列车 离它只剩几百米了 惨剧已经无法避免 高铁速度如此之快 在紧急情况下 怎么刹车呢 列车的主要制动方式 跟汽车差不多 采用盘形制动 它是通过夹前 抱紧车轴 或者车轮上的制动盘 从而减速 但是 如果只用这一种制动方法 列车从时速300公里 降到零 巨大的摩擦力 加上摩擦产生的热量 会严重损伤制动器 恐怕呀 没跑几圈 制动器就磨没了 所以我国高铁 是将盘形制动 和电气制动组合使用的 并且优先使用后车 高铁正常运行时 是电机带动车轮转动 刹车时正好反过来 让车轮带动电机转动 将动能转化回电能 传回电网 达到减速效果 这就是电气制动 也叫再生制动 节能又环保 很完美 但即使这样 高铁刹车也需要 很长的刹车距离 时速250公里 从刹车到完全停下 列车还要跑3200米 而时速提到350公里 刹车距离就提升到了 6500米 光靠制动系统还不够 我国高铁经过严重的教训 研发了两大核心系统 集中调度系统和列车运行系统 其中调度集中系统CTC 是行车指挥官 指挥列车什么时间出发 从哪到哪 列车运行控制系统 CTC-S 则是检测和控制列车运行模式 根据当前线路信息 告诉列车应该怎样安全地 从起点行驶到终点 当一辆列车行驶到某一区间后 系统用信号将该区间隔离 区间两端的车站 就不再像这个区间发车 同时区间用多个信号灯 进行指示 以防止列车追尾相撞 有了这样精密的系统 永温县高铁事故的悲剧 就不会再重演了 我是X情报员 点个关注 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的精彩视频 咱们下期再见